葉劉淑儀率領的訪問團 包括新民主黨兩名副主席 田北辰和史泰祖等 拜訪國務院港澳辦公室 主任黃光雅表示 早在03年就認識葉劉淑儀 其他的都是新朋友 他上任剛剛10個月 現時影響到學習 希望認識多點朋友 會上有記者問黃光雅 早前發表有關香港公務員 不懂得當老闆的言論 黃光雅沒有回應 訪問團在會後表示 向黃光雅提議修改基本法或釋法 來解決內地人婦離香港分娩 以及外顧居港權的問題 又談及香港的政治氣氛 他說基本法是一個很嚴肅的大法 是經過多年的談判 代表一些平衡 就不可以隨便修改 所以我們建議中央政府考慮 是兩個問題都進行釋法 和盡快做 黃光雅的反應是怎樣的 對於釋法那樣的事情 他建議我們會向特區政府提出 他似乎對於香港 沉默的大多數沒什麼出來 參與選舉投票 他說他覺得這是一個不好的 一個隱憂 為何會講這些任務呢 因為他說希望我們 去做多些中產專業的工作 去發展這個板塊 我覺得他的意思是說 其實現在香港 這些東西越來越政治化 訪問團在北京逗留5天 期間會拜訪多個部位 包括法改委和商務部等等 貓TV洪家倫報導 貓TV洪家倫報導 貓TV洪家倫ツ宗 貓TV洪家倫有 貓警交道